接下來的題目 就是我說的過量 過量 一定溫度壓力下 氫跟氧的體積比三比二 亞伯家傑的假說 同溫同壓下 同體積的氣體有相同的分子數 所以同溫同壓下 氣體的體積比就是 分子數比就是莫爾數比 所以它的莫爾數就是三比二 你就當它三莫爾跟兩莫爾 然後變成水蒸氣 請問你剩下氧產生水幾莫爾 看完題目你就知道 這題誰會過剩 氧會過剩對不對 可是題目可能只問 產生水幾莫爾 那你在做計算的時候就要注意 要檢查 氫加氧變成水 我告訴你氫這麼多 氧這麼多 通通告訴你就要檢查 檢查有沒有人過剩 是誰才用完的 我因為我是用掉A 用掉B 產生C跟豬 那是用完的為準 所以 來 就剛才講過了 亞伯加傑講說 然後呢得到的體積比就是 分子數比莫爾數比 就當作你三莫爾跟兩莫爾 第一個寫方程式 新加氧變成水 是誰 第二步 植子跟鎖球都換成 莫爾 那就三莫爾跟兩莫爾 還只有個S莫爾嘛 不用換啊 這麼多莫爾 第三步叫做 莫爾數比就是均衡 係數比 問題是你要挑哪誰的係數啊 你要挑誰的係數 有兩個植啊 那老實說 你要檢查有沒有人過勝 有沒有人過勝 那怎麼檢查 我隨便你怎麼檢查 你也許你有自己的神奇的方法 你自己做 自己做檢查 要有一莫爾的氧氣 兩莫爾輕 要一莫爾的氧 那三莫爾的輕 要幾莫爾的氧 一半嘛 1.5莫 然後呢 兩莫爾 一莫爾的氧 要兩莫爾的輕 所以兩莫爾要幾莫爾的 四莫 上面是我有 下面是需要 我有三莫 需要四莫 還差一莫 我有兩莫 需要1.5莫 剩下0.5莫 所以我剪完之後發現 負的表現什麼意思 不夠 表示用完 這代表什麼意思 過勝 所以想要知道誰過勝 養過勝 勝多少 勝0.5莫 勝0.5莫 那輕用完 所以要以誰為準 輕為準 那如果輕材是0 什麼意思啊 剛好用完 剛好用完 所以養過勝 我要用輕為準 輕才是有用掉的 所以我要以輕為準 所以帶回去 莫爾數比就是均衡 係數比 那要找誰的係數 輕的係數 輕的係數比水的係數 2比2造超 把你的莫爾塞進去 塞完 算出來三莫 所以表現什麼意思 我產生水三莫 他問我的是 剩下的氧根 產生的水 是幾比幾 你就比一比就好啦 剛才已經知道 剩下氧多少 0.5莫 現在養0.5莫 產生水三莫 所以幾比幾 0.5比3 1比6 所以我們答案選擇 叫做A 這一題的重點是 A加B變成C加珠 我題目告訴你A也告訴你B 你要檢查A跟B 誰用完誰過剩 誰用完誰過剩 這是這一題 這種題目的重點 OK嗎 OK 很好